你們那些大網紅 一直在蹭影片的網紅 我也不怕 就是翻顧你們 孫生是吧 還用我的影片去 就是去翻拍幹嘛 幹我屁事啊 幹我屁事啊 真的 他真的很猛欸 我的天啊 God damn it 污蔑我人格一定爆炸 一定爆炸 我們這個二創裡面 都創二創幾百年了 絕對沒有要攻擊 沒有任何攻擊色彩 Oh God damn it 這個氣量會喘欸真的 Oh God 孫生被蹦板爆氣點名 管我屁事 酷炫道歉 和冤神五萬合力吧 因為這個群組跟訊息 後面都是公司的窗口回覆的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 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就先跑去私訊嗆蹦板 那我已經叫他跟蹦板道歉 YouTuber犯過男孩 老闆酷炫 上傳最新九分鐘影片 回應YouTuber蹦板 和旗下成員孫生 21號晚節爆發的衝突 你們那些大網紅 一直在蹭影片的網紅 我也不怕 就是反骨你們 孫生是吧 還用我的影片 就是去翻拍幹嘛 當然很有趣 但我覺得有趣的不是這個影片 有趣的是 這支影片的受害者 阿浩 本來是找你們拍攝對吧 跟他講說什麼 影片他要自己出資 但是他就沒有錢 然後你卻要他說 喔影片 我幫你拍 但是錢你自己出 蹦板最新影片 針對一番賞雜氣事件 招來有否希的前合作夥伴 上節目爆料受害人 私下清拓反骨團隊幫忙 譴責他們不但不幫忙 還二創影片 是消費受害者的行為 讓孫生氣噗噗在社群平台上發文 靠北真有在氣欸 氣到長痘痘欸 到底是關我屁事啊 其中是你們在談的 到底是關我什麼事啊 我甚至沒參與欸 幹我真的氣到 哇氣到 太狂啦 孫生氣到去槓蹦板 雙方互曬私下談話內容 吵著吵著酒和好 最後點名要老闆酷炫出來講清楚 當網紅要拍片 本來就是要做好 核食跟茶食這件事情 我們沒有不幫忙 我們要幫忙 我們沒有收對方任何錢 我們沒有跟他要 拍攝費用 我們是跟他說 你要自己出自己拍攝的包套費用 我覺得站在企劃的角度非常合理 就是他為什麼要幫公司省錢 因為公司去年出太多事情了嘛 到現在又出事 他賠了那麼多錢 我每天就是在跟他說 拍攝要這個 量入圍出能省則省 那這個企劃省 這個五萬八萬 很合理吧 那我以前在孫生拍一般賞的時候 我自己有規劃說 你拍這支提包 可能就四萬五萬 我們今天如果要去承接幫忙他的話 我們也要冒一個風險就是說 我們有可能沒抓到 那我們沒抓到 損失的就是 那五萬塊 那八萬塊那十萬塊 那我們也不可能說 損失了再跟粉絲要回來 那再來我們也沒辦法 核實這件事情的真假 因為真的太多莫名其妙的人 來亂 不幫忙就別消費 你不出錢 為什麼你還要消費受害者 我講一下我們的狀況 我們是缺錢又缺流量 當然是趁啊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就是 二創這件事情我不否認 至於蹦板或受害者本人 如果因為看到這個影片不舒服 我還是要跟你們說抱歉 我是個超愛公仔的人 我非常非常的無言無奈生氣 我感到很難過